文理圆更图片来源于网络六一儿童节道了,相信很多小朋友身边都会有爸爸妈妈的陪伴,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。 但是,有这么一群孩子,却没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,与爸爸在节日里开心玩耍,因为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,军娃,零一军人的孩子,在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,就命中注定要与爸爸或妈妈分离,据少离多。 因为,爸爸不是在边防巡逻,就是在前方少恰执勤,妈妈不是在部队一线巡逮,就是在通信值班,他们肩上担起的,不仅是国家安全稳定的神圣使命,还担负着人民安居乐业,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重任。 零二军人的孩子,想爸爸妈妈的时候,常常坐在电话机旁,静静等待,或掰着手指头,数着爸爸妈妈永不确定的归期,要么,看着爸爸妈妈的照片,拒绝想念,或睁着清澈的眼睛,在满天繁星的夜幕中,看着脚白的月亮和闪亮的星星,人万千思绪在浩大的宇宙中飞扬。 零三军人的孩子,在风吹雨淋的上学路上,没有趴过爸爸妈妈厚实的背脊,没有享受过爸爸妈妈亲手撑起的雨伞,没有牵过爸爸妈妈的手,逛过公园和博物馆,更没有在爸爸妈妈温暖的怀里撒过娇,而是把所有的童年时光,都悄悄地装进了对爸爸妈妈无边际的思念中。 零四军人的孩子,只要学校组织召开家长会,不是爷爷奶奶代替出席,就是外公外婆全全包办,而那些早晚需要爸爸妈妈接送的同学,是军娃眼中最难得的奢侈,和一道绚丽的风景。 在天各一方和漫长的奇葩等待中,爸爸妈妈,成了他们心中最饥渴的代名词,和常年难以触摸的符号。 零五军人的孩子,向父母双亲的时候,就依偎在爷爷奶奶的膝盖上,听他们讲,爸爸在身手可以摘到星星的高原巡逻直琴的情景,在竹浪滔天的抗洪前线,奋力抢险的英雄壮举。 听他们讲,妈妈在病房救死扶伤的动人事迹,在繁忙的值班室,书写青春的壮志豪情,零六军人的孩子,在人生的道路上,要比别的孩子承受更多难以想象的苦难,付出更多难以知晓的艰辛。 军人的孩子,向爸爸妈妈的时候,就在睡梦中,插上飞翔的翅膀,去寻找爱抚与亲情,可就在他们幸福一满笑脸,银铃般的笑声荡出心间的时候,思念的泪水,早已顺着他们稚嫩的脸颊,静静地滑落到了枕边。 军人的孩子或许现在,你们无法理解,爸爸妈妈终有一天,你们会明白你们的爸爸妈妈,其实和其他父母一样,很爱你们他们的爱,无私而伟大未来的你们,将会为自己是军人的孩子,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。 祝所有军娃, 结束